大家好 那歡迎收看這一次的大人玩具開箱 這一次呢我們來介紹最熱門的一個 限定版MK22 那你可以看到它底下就是已經是冒過 就可以知道它非常的熱門 那首先呢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封面的部分 那這邊會有它的特別版 只是目前是香港特別版所以它是紅色的貼紙 那這個設計呢因為它是合金系列 所以你如果收過合金的外盒 基本上它設計都是這樣子 所以沒有什麼差異就只有 顏色上的一個差異 那當初它展示也有藍色那一支 所以它以後也可能會出MK33之類的 那接下來呢我們把內裝拿起來看一下裡面的部分 那這支呢除了它是限定版之外呢 它可以說它是限定版中的限定版啊 怎麼說 打開來就知道了 好打開之後呢聞到一個 濃濃的鞭炮味 好啦這支是別人借我的啦 這是 自從 大家比較常在收看大人玩具開箱之後 漸漸的我不用再自己買玩具開箱 就是會有很多好友贊助玩具來給我開箱 那這樣子呢至少不用每支都買 好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支的部分 這一支呢 拿起來就可以看到它會有一點點 戰損喔 所以它是限定戰損版 開玩笑的啦就是 朋友自己手動做的一個戰損版喔 那 從表面上你可以看到它其實 我們來看配件的部分 它其實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配件喔 就是附了 五個手 然後一組可動手 裝在上面 然後一個 飛彈發射器 另外裝起來的 飛彈發射器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 主角的部分喔 那主角的部分呢 它並沒有像其他的 那個 愛國者啊 或是MK2合金版的部分 有附後面的機槍砲 所以這一支呢 連後面的機槍砲都省了 好那我們把它拿起來 那 把它站在旁邊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 不過它還是躺著好了 好 那我把盒子拿到旁邊來 那 底座的部分我們就不介紹了喔 那首先讓大家看一下 戰損的一個威力喔 這可能就是 過年要到了 要放鞭炮的一種感覺 好 你可以從這邊可以看到 它其實已經做了一些 戰損的一個 效果 然後整個面具呢 其實都已經是 半破損的 狀態了喔 那這是 鞭炮炸出來的特別效果 很有那種 戰火底下的 一個感覺 那因為 面具是塑膠的啦 所以它被 鞭炮炸受傷 你可以看到它已經毀了半邊的臉 那其他的部分是金屬的 金屬的部分其實都沒有什麼 受損跟問題的部分喔 好 那再來可動的部分 其實這一支跟 愛國者是一模一樣的 它其實不是跟 NK2核心板一樣喔 它是跟愛國者一樣 怎麼說 因為它屁股這邊有按鈕 然後呢 再來就是 胸口 胸口這邊有星星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這個 星星的形狀 就是跟 愛國者是 一樣的 那這是 這是差異的一個部分 那所以呢 在 戰爭機器的 灰色版那一支 其實這邊是沒有星星的一個形狀 然後 臀部的部分 它也沒有按鈕 那其他的部分 都是一樣的 那這一支的特色就是 火焰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有上 漸層色的部分 就是從手臂上面 你可以看到這邊 是有漸層色的 那這邊呢 其實沒有被炸到啦 好 所以你可以 比較明顯的感覺出來 這上的一個漸層色 然後這邊也是 所以呢 它漸層色的質感其實是 是 噴漆噴出來的那種感覺 好 那再來呢 腳部的部分是最特別的啦 除了 火焰有往上燒 有漸層色的感覺 就是像這樣子之外 它有點像那種 重機 有一些重機會噴這種 火焰色或是那種 那種 那種比較野馬型的那種 跑車 會有這種火焰紋路 或是你玩過賽車遊戲有沒有 你可以自己改塗裝 也會看到這種 塗裝的部分喔 所以這是比較特別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是 它算是一個還蠻漂亮的一個 紋路的部分 好 那這隻可動都跟之前一樣啦 所以可動的部分 我就 不刻意介紹喔 如果你想理解它 到底有哪一些可動 你可以回去看 愛國者的那一個開箱影片 基本上它等於跟愛國者 都是一模一樣的 同一隻角色 並沒有 做任何的差異 真的要講差異 就只有塗裝顏色 不一樣 附的東西比較少 之外呢 就沒有了喔 所以這個是限定版 就是賣的比較貴 然後 塗裝的比較好看 但東西少 非常的多 因為買過一個有者的人 就會知道它還多附了一顆 頭雕 然後在至少背面還有槍嘛 這背面也沒有 沒有槍 不過你可以拿MK2的槍來搭啦 因為上面是灰色 上面是黑色 搭MK2的灰色比較 適當一點 搭藍色反而 不太搭 因為畢竟愛國者是 藍色的 好那這就是這一隻 限定版的一個 火焰角色 那其實呢 這幾隻出了合金版之後啊 我個人覺得 它透以在合金版部分 雖然整個結構跟 形體跟質感都做得很不錯 可是 如果真的要有挑 其實目前還是有一個缺點 大家收過就會知道 就是 因為金屬過重 所以它 有時候腳就會軟軟的 你比較不容易去 固定姿勢 或是做什麼特別的姿勢 它會 慢慢的往下垂嘛 這大家應該 會知道齁 尤其是 那個 愛國者 就是整個 軟腳到不行 就是 有一點點鬆啦 就是你可能這樣子晃 你都會發現 腳會有點晃 那 這個後來有些微的改進 不過呢 我相信這個你把玩久了 它還是會一樣 為什麼 因為它是球形關節 那如果這個部分呢 可以像 大家如果有玩過那個 萬代出的 就是 合金的鋼彈 那它在關節上面 其實是有卡榫的 或是有點像那個 三口四啊 之類的部分齁 它是有卡榫 所以在動的時候 它其實是 雖然不可能到 無段的角度 可是你比較容易是 卡住 不會讓你的姿勢 會慢慢的 垂下來 那這個部分其實設計是 比目前哈特尾這個設計好齁 哈特尾這個設計呢 有時候你站著 它可能會這樣慢慢的 張開就劈腿了齁 好 那這個是 合金所有的通病啦 之前的 塑膠不會 可是它照塑膠的關節方式 去設計合金 雖然盔甲的部分 全部換成金屬 是沒有問題的齁 可是在 在應該是說 在關節的固定性啊 在整支的 可動上面齁 它當然就會相對的 有差異齁 你可以 發現日本很多那種 合金玩具 其實早就注意到這一點 所以它在關節上其實都會 就是在可動上 除了要注重可動之外 會注重姿勢的 可以卡住的部分齁 而不會 像它現在只是 球形關節很容易 久了之後 腿就會鬆了 因為大家要知道 球形關節是靠摩擦力嘛 再加上腳這麼重 久而久之 它漸漸就會變鬆了 手部是還好 因為手部沒有 沒有腳那麼重齁 所以 手部其實不是什麼大問題 好 那最後謝謝大家說 按這一次的 大人玩具開箱 那我們一樣 來轉轉熱看一下這一隻 的各個角度 然後讓大家知道這一隻的 特色的部分 然後這一隻呢 基本上它已經 有把 燈裝上去了齁 所以 我來把它的 燈打開一下 不過 暫時找不到 胸口的 開口的燈 胸口的開口燈 說真的沒有看說明書 我找不到 好 不過手的部分是OK的喔 手的部分呢 基本上就是在 側面 好 好 算了 手的部分我也找不到 好 不重要 算了 好 那我們就不開燈了 讓大家看一下轉轉熱的部分 真的知道它從哪裡開燈的話 可以看一下 說明書的部分 那我稍微設定一下轉轉熱的部分 然後研究一下 看從哪裡開燈 讓大家 好 那最後呢你可以看到我現在把所有的燈 都 打開 那 你可以看到腳的部分齁 我們先稍微看一下 等一下再 轉轉熱 好 那戰損板呢 其實真的 別有一番 風味齁 更有那種 鋼鐵人受損的一個 感覺 好 那接下來就旋轉來看一下 各個角度的部分齁 它特色當然就是它的 腳 那 它的漆呢 就真的像我剛才說的 像是 跑車烤漆的感覺 那整支呢 其實它是有點像愛國者的質感 而不是像NK2 灰色的質感 是霧面的 所以它是像愛國者亮面 然後有銀漆的一個質感的部分 然後身體是黑色的 然後手腳是 紅色的 那如果把這手腳換到藍色的愛國者 其實 應該也是效果不錯啦 或是換到灰色的 可能也是不同效果 好 那最後謝謝大家收完這一次的大人玩具開箱 那希望大家對這一支 新品的部分也有興趣齁 那這一支呢 野獸國近期之內應該會公佈抽籤的方式 那其實沒有什麼好公佈抽籤的方式 因為它抽籤就只有一種方式嘛 就是用寶卡去抽齁 那希望大家可以 有這個運氣可以抽到這支喜歡的 NK22 好那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的大人玩具開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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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